警方说事故发生在通向名为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活动现场的一个地下通道里 当地时间17点左右 在活动接近尾声时 大量观众匆匆赶往活动现场 而另一批观众则折返回家 人群在地下通道里发生拥堵 造成恐慌性踩踏事件 警方说死者中包括9名妇女 当地新闻电视台画面显示 事发地下通道是双向两车道 两侧各有人行通道 事发后地下通道口处人群拥堵 但人们已经开始自发救助伤者 音乐节组织方已经通过现场的喇叭 要求后来的观众折返 不要再进入音乐节现场 由于观众过多 音乐节现场各入口已被关闭 由于大量离开音乐节活动现场的人群涌入附近的火车轨道上 当局决定临时关闭杜一丝宝火车站 火车运行严重受阻 火车站人满为患 现场附近的59号高速公路已经封闭 作为救援通道 供直升机和救援车辆使用 为了避免现场观众再度出现恐慌 事发后音乐节仍继续举行 据报道 当天参加音乐节活动的人将近100万 也有报道称 在惨剧发生前半个小时 就有观众向警方报告 说人群拥挤有危险